你好, 你們好 是, 還有就是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不過在人氣中非常爆燈 我們的專欄作家陳大卡 歡迎你,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當然也有我們很熟悉的知名歌手 和主持人張曼妮, 曼妮 你好, 歡迎曼妮 你們三個有一樣東西 體質是相同的, 都是美女 這件事不用說, 都能看到 但問題是他們三個未必知道 他們屬於甚麼體質 馬上請出我們今天專家 教大家如何去春季辨體質養生 今天的專家是來自廣東省中醫院 體質辨識中心主任 韋芳明教授, 掌聲歡迎 剛剛提到有九種體質 是 哪有九種體質呢 中國人的體質 因為以前有很多分法 現在分九種比較方便 因為大家比較熟悉 我們最希望的是平和質 大家最喜歡的 除了這個, 其他八種是有問題的體質 這幾種有問題的體質 第一種就是陽虛質 我們說是怕冷的 吃東西特別要吃暖的 特別是飲料從來不電的 冰箱的雪櫃的東西從來不電的 甚麼水果都要吃暖的 真是厲害了 拿個冰箱, 拿一些水果出來 大家一起吃 不要先吃, 等等才吃 說要攤熱才吃 所以這個是怕冷的 這個陽虛還有小便比較多 特別是晚飯 你真是… 所以爺爺一定要相信它 不要相信微信 它說齊了我所有的… 其實是你怕冷, 怕陽虛體質 是呀… 除了怕冷, 手腳又凍 還有大便, 還比較小便 大便, 很容易肚餓 還有如果是男人 女人一早可能就會收驚 男人的陽胃 這方面, 性功能這方面就差一點 所以功能都是差一點的 所以這個是陽虛的體質 就是比較怕冷 我們叫做怕冷, 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缺水 所謂缺水是甚麼 大家都知道, 哎呀, 口乾了 缺水, 水是甚麼呢 中醫說水, 就是血來的 就是陰液 陰就是血, 就是水來的 所以這個陰虛是水少 可以喝多點水就可以了, 補水 是, 所以這個時候陰虛 不能夠清熱 陰虛以後, 我們說要少許熱 但這個熱不是真熱, 是假熱 如果你一清熱, 你就更要陰虛 陰陽都虛了, 一起虛 所以長期是這樣, 就會陰虛火 所以就有些虛火的感覺 口弄通, 失眠, 臉有潮熱 手身、腳身都熱 大臉又乾, 臉又乾, 臉又乾 這樣就沒那麼漂亮 這些陰虛內熱的東西出來 我經常聽說, 如果晚上熬夜熬得多 因為晚上熬陰 如果你熬夜熬得多, 你就會陰虛 會的 會的 像大家一樣, 晚上熬夜寫作 對… 可能他肯定會有陰虛 但他會出陰瘡 可能會蓋住了, 粉 如果最長的話, 繼續下去, 暗瘡就會出來了 因為暗瘡是失業的, 是血雨的 我們繼續看看 痰濕體質 第三種是痰濕 痰是什麼呢? 我們吐痰的痰, 是吧? 這個是有形的痰 中醫說痰還有是模型的痰, 兩種痰 痰是屬於什麼? 屬於氣, 就是屬於水 屬於水, 屬於水塞的範圍 所以痰濕其實就是水多 那你說你身體水多, 什麼人水多? 肥人才水多 終於說水多又多, 都是痰濕 痰濕的人比較肥 因為人比較腫, 比較懶 有時候經常覺得空門 經常去哪裡都想坐, 又不想動 所以其實脾氣是挺好的 痰濕人懶的 很懶的 很吃懶做的 是啊 就是這些人 所以大便有症 這些人很容易有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這方面比較肥 超肥、超重 所以這個是痰濕的問題 還有一種叫做氣點派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大卡、美女、歌星 萬力 萬力、歌星那些 就是唱歌唱得多 用力用得多 消耗 就是透支的 所以這些就是 透支氣短 去到哪裡都是不夠氣 說話很細聲的 沒有氣說的 很細聲的說 懶言 我們說中醫的氣要提升 要將所有的類狀要升上來 拉上來 如果氣墟就很容易內臟下垂 就是紫光下垂 胃下垂 腎下垂 所以如果太瘦的人 真的不好 因為太瘦的人不夠氣 所以他很容易內臟下垂 一會兒教授就會教我們 用甚麼方法 可以提升我們的氣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再看看 遺漏了一個 就是大家都很關心的 叫做濕熱體質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廣東人 很多都說是很濕的 對不對 又熱又容易生豆豆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體質 就是濕熱在我們廣州 是廣東 就是我們嶺南地區 是挺多的 很多人都是濕 經常我在門診開診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哎呀 我很濕熱 醫生看我的舌頭 哇 很噁心的 很旺的 我青春豆豆出來了 我為甚麼這麼老 還有豆豆啊 這些就是濕熱的表現 因為濕熱很容易生瘡仔 還有濕熱的脾氣比較粗 大便比較乾 因為有濕和有熱 我們說濕是有水多 濕在時間長就化熱 熱就焗住在裡面 所以濕熱是比較時間比較長的 比較難清的 是比較麻煩 譬如說很容易有現症 譬如說女性的膀胱失熱 男人的肝膽失熱 這些失業都很多 因為我聽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苦科病 它的原因從中醫來講 當然西醫是不一樣的 菌那些 中醫來講其實都是濕熱的 是 很多很麻煩、很棘手的事 其實濕熱都是屬於菌的 你問教授 其實一說濕熱就是困了濕 困了濕中醫就是屬於菌 是否這樣呢 西醫就是菌類 你這個健康100分 真是100分 秋季 因為我上得來多 所以… 完全正確 對,全部都 都吸收了你們教授教的東西 我就當作寄曲寄你們 因為有很多的女性 她們去驗了一大堆的驗單 又說這個菌、那個超標 其實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都是濕熱的 是… 所以我最近有門擠一個病人 她是看著離胎很厚 大美女來的 但是離胎很難看 經常找我們調 調到很久都調不出 我說你考慮一下 是否西醫有甚麼問題 因為胃炎是有胃的炎症 就是有肝炎 就是臂尿炎症 是療導炎 所以一查到是療導炎 所以療導炎 她就反反科療導炎 醫好療導炎 那些離胎旺口離 接著就好了 所以秋萍姐說是對的 西菌 我們說是邪 是邪氣 邪氣 室邪、熱邪 是的 只要是西醫的話 可能是病毒 可能是細菌 我想知道 掌斗派我們知道了 但是掌斑派又有甚麼不同 掌斑實質上 就是血乳方面的表現 就是你的血不是很痛 一方面是血液在這裡 不動 第二方面 可能有出血 出血到血管外面 我們有時候出血的手 裡面有乳斑 這個是血乳的掌斑派 特別有些女同志 痛經 或者是關節痛 老年人的關節痛 頭痛 更年期的東西 我們說都是屬於掌斑 這個範圍的 甚麼 屈門呢 屈門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今天很屈門 特別是那些 真是神經衰弱 最特徵的屈門是甚麼 很喜歡嘆氣的 鞋鞋聲 不知道這裡的現場的嘉賓 或者朋友有否… 鞋圓是很舒服的 但是有人說不可以嘆氣 沒有辦法 嘆完是當堂 好像把心裡最不好的東西… 噴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釋放的方法 釋放… 真是釋放的 這樣釋放長期很無關 不是 其實你一個人是不用釋放的 你就是有內在不好的… 就是因為他屈門 已經是氣屈體質 所以他屈門的樣子 是呀 所以人家說 你經常喊聲嘆氣 你有甚麼想不通 說不通的 說出來吧 說完他就真的沒事 有時候我們年輕人 沒有人說 就哭哭他大聲 哭完沒事的 真的是這樣 對…說得對 所以你的氣沒有地方出 所以他唯有… 如果我們年輕人的心理輔導 會說你哭出來 叫出來 去白雲山叫一下 唱歌仔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沒有地方發洩 你回去找老公、老婆 或者找老師,找你的領導 你死活了 其實我們有時候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 看到有些人 他們經常喊喊聲 就說有甚麼好喊 其實可能他不知道 自己的體質有些問題 是屬於屈門體質 但這些人很適合做私人 我覺得 多仇善感 多仇善感 好像大卡那樣,對吧 否則寫不出東西 好像他那麼開心,開心果 看來白雲山應該很去處 看來白雲山會有很多人 好了,我們再說一下 他的過敏體質 過敏體質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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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就是過敏體質 或者說被過敏,打黑癡 如果天氣都不錯 但是你一走出去 一起來,一開窗一開門 黑癡… 這些就是過敏體質 還有一些烤症、皮膚過敏 這些都是屬於過敏質的 所以這幾種體質 基本上包括了我們中國人的幾種體質 所以如果你要運動、要養生 要根據自己的這種體質去調整 那些個性化就比較好一點 你的意思是… 譬如我在微信上剛才提到 經常看到一些養生的貼 其實如果真的要按照那些方法去做的話 如果你不辨別自己的體質的話 分分鐘好而出事,對吧? 對,所以一定要過敏化 因為人和人不同而已 譬如說如果你是陽虛的 你是怕冷的 或你是濕熱的,你是怕熱的 兩個一起吃一種東西 那就出問題了 會不會同一個人會出現幾種體質? 一個人會不會同時具備幾種體質呢? 不同體質的人 有哪些飲食禁忌和調理方法呢? 不同的水果營養價值不同 應該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呢? 下一集回來 為教授華尼茲 千萬別錯過 這一季炫亮都市要除摩天光滑 新沙漣光感銀潤精油噴霧 蘊含水感銀亮精華 法思瞬間銀潤持久亮澤 看白電鋒到廣州新世紀 白電鋒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去年,選擇原味雞贏得挑戰 今年翠皮雞山成員登台對決 靜忠原味 悲劑脆香 兩款同時售賣,直接比拼 單點問答都優惠 會否同一個人會出現幾種體質 例如怕冷,又氣墜 又漲斗 又屈滿 對,然後再屈滿 一個人有四種體質 一定有,一個人有很多 對,他剛才說的,我也發現 其他人都有 我發覺這些情況 是否很多數出現在上班族的身上 因為他們會有壓力大 或者我們都不清楚 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最容易出現哪一種體質 因為這種體質不像人的性格 是這樣 有些人是比較外相 有些人是比較內向 有時你要外向為主 還是要內向為主 所以這個是一樣 有時會混合在一起 體質也是 至於剛才的秋平日姐的體質就是 有很多的 一會兒是陽虛,又有氣虛 又有些不滿 有些不滿 這個老八爺 有這麼多事實給你 大家又有些氣虛 我覺得我除了健康派 前面也有了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點 但是我們以誰為主來調整 是這樣 一個人可能會同時 存在幾種體質 但是在臨床治療上 一般以主要的體質調理為主 中醫養生要變體質 不同體質服用的藥物也不一樣 接著考考大家 以下的忠誠藥 分別適合甚麼體質的人調理服用呢 這個六味地王丸我吃了很久很久 我吃了很多年 幾谷也是 但那些肉瓶…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吃了 不如大家先說自己知道 這個是… 我當時的導航就是吃這個 吃哪一種… 吃肉瓶風散 即是氣虛 沒錯,就是吃這個 下面的應該… 第二項應該跟胃有關 即是補胃氣 第三項是陸味地王 應該補腎 蕭瑤散是乾的 書乾的 今季神器院是護腎 胃之復齡院 胃之復齡,可能是胃吧 最後那個… 我想是過敏體質吧 我覺得你們都是一枝半解 猜猜一下,微微地相信你們就算了 我們也是相信胃教授 對,我們微信 肉瓶風散 我們說肉瓶風散 它是屬於… 我們說是氣虛或感冒 譬如說長期感冒 譬如說氣虛感冒 吃這個比較好 是否對於風寒感冒才有效 風寒…虛淫 就是氣虛的感冒 即是風熱感冒 熱感就不對了 對,熱感冒 他幫你擋住了,他幫你擋住了 他幫你擋住了 對,導汗也可以 因為裡面有很大量的筆期 剛才我們說完肉瓶風散 專門是醫治風寒的感冒 小朋友吃了嗎 可以感冒,小朋友可以 但是長期感冒不好 吃肉瓶風散是比較對的 好,我們到第二項 第二項,第二組 基本上是清熱的藥 六一散主要是… 譬如說你失業可以吃 但是如果你是有熱匪的 小朋友生熱匪 你拿來擦都可以的 這個六一散都挺對的 那清圍散就是有胃熱的 譬如說你的胃有問題 有胃炎以後你的胃火上功 即是胃火上來 你口乾、牙痛、鼻出血 那些是胃火上來 要清圍是比較對的 還有一個金綠消毒單 是皮膚 譬如說生瘡仔 譬如說你的失業比較多 譬如說你的青春豆比較多 吃這個 這一組,第二組是清熱為主的 那第三組 我們說六味地王院 和紀國地王院 這個是保腎的 但這個保腎又不是很粗 但又不是很涼的 平保 所以長期吃對身體是有好處的 特別是你吃到那個 企谷地王院 它對眼睛特別漂亮的 那其實是否這兩種 例如說六味地王院 和企谷地王院 你說是很平和的 其實甚麼體質的人都可以吃 是不是這樣 偏陰虛的人吃比較好 偏陰虛 但如果你沒有甚麼吃 六味地王院甚麼人都可以 都對 都對 但如果你眼睛有問題 眼望眼睛看不清楚 老花眼睛 你就吃幾谷地王院 是的 好 接著第四 第四 主要是針對氣屈的 屈門派的 你吃得消散 它消消搖搖 然後氣息都能放出來 疏乾 你剛才經常說 嗨聲、嘆氣的 那些鞋子很適合 是… 所以我們很多女同志 來嬰京之前 預防漿痛 或者嬰京不是很均淡 脾氣暴躁 脾氣暴躁 很屈膩 罵人 對 一直要滾掉你的卡 這位男士絕對要在家 準備一瓶的蕭瑤丸 是 現在還沒蕭瑤丸 是 以婚難時迫避 是,沒錯 第五組是金貴神器丸 一看這個神器丸 就是補神的 補神是補甚麼神呢 是補神羊的 它跟前面的陸媚帝王丸不同 陸媚帝王丸是平保 但這個金貴神器丸是溫保 所以這個比較溫和一點 而且老人家 或者是天氣冷的時候 吃這個就比較對的 而且它還有虛水的作用 比如說你釀虛水腫 你吃這個金貴神器丸 是比較對的 還有 桂枝復鈴丸 桂枝和復鈴 大家聽桂枝是甚麼 可以溫陽的、溫通的 復鈴是補氣、是虛濕的 所以桂枝復鈴丸 對我們血雨、手腳、腳凍 是比較對的 譬如說你釀虛驚 釀虛驚驚時的魚驚比較暗 比較黑、有去快 吃這些是比較對的 最後一個一看 是消風的、過敏的 一看就知道是虛風的、虛風的 有甚麼風對我們人體會影響呢 有風邪就要風疹 皮膚有風疹 有風寒、風熱就會感冒 被過敏、烤喘這些出來 所以第四組 消風省是醫過敏體質的 我想問一下過敏體質呢 因為我有同事是這樣的 他以前是沒有的 突然間有一陣子很累 或發生了甚麼事 他過敏體質就無法康復了 他看了很多醫生都無法康復了 是否跟他太過勞累有關係呢 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過敏質 是跟我們的免疫系統有關係的 你疲勞過渡 身體的內環境、內分泌就亂了 亂了,你便免疫出問題 你就會用過敏 中醫說可能是你的保養不是很適當 所以弄到你氣虛 氣虛以後 斜、風斜就很容易入泥 風斜入泥就起風冷 就黑癡、感冒 就是有風的症狀 在這幾種體質當中 我特別仍然想問濕熱體質 為甚麼 因為我們大部分港人 南方人都是濕熱體質的 有種說法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因為濕熱就是濕和熱加起來 通常人們覺得 很熱的話就會去吃涼的東西 西瓜、喝涼茶、熬綠豆湯 亦有一種說法就是 你越吃這些 其實就是會加重你脾胃的濕 反而令到你的症狀更加嚴重 是否這樣 濕和熱是兩對不同的問題 濕我們說是寒的 就是向下的 濕 我們一定要溫的藥 才能夠將濕去到 那熱呢 是熱 那是向上的 那它又要吃兩個藥才行 所以濕和熱在一起 就相對於我們的麵 我們煮餃子的麵粉 麵糰 在麵裡面加了些油 那麵糰裡面加了些油 那些油就很難清出來 那怎麼辦呢 那麼麻煩 水就比較麻煩 所以濕熱它的手尾就比較長 濕熱一定要用醫生來調 因為有時要看濕和熱 哪個重點哪個多點 如果濕重 我們溫的藥就稍為多點 如果熱重 我們量的藥就稍為多點 所以這個是考醫生的 濕熱可不可以用艾舊的呢 都可以 我們現在中醫的傳統療法 艾舊、風血、針灸都可以 就是艾舊主要是將那些寒氣 就是驅走 趕走 趕走以後 你的濕跟著 熱又跟著要清的 所以一步步來的 風血將濕熱 適宜整理 那些乳血放了 那些濕熱有露出 那它才能好得到 那你身體裡面有什麼路走 除了呼吸 除了鼻 除了口 除了你大便 除了你小便 你還有什麼地方可以 釋放一些斜去出來 皮膚 所以皮膚很大的面積 皮膚可以釋放很多濕氣 和斜去出來 所以我們去運動 就可以打開皮膚這條路 將那些濕斜有露出 那它出來 你的濕熱就能走 有露 要開湯一條路才行 沒錯 除了這件事之外 可能我們都很好奇 就算自己平時 這種體質可能不明顯的時候 可不可以吃一些水果 或者一些其他東西 來對自己的體質 進行調節 這裡的水果 說出來的幾種水果 就比較對 幾種體質 一種 我們說甘吉 甘吉是說 中醫說它是熟醫 它是日肺症 即是行… 它吃下去 走到肺那裡 還有圍那裡 它可以行氣 即是… 還有止吸 還有潤肺 還有開屈的作用 所以它對痰濕 有痰有濕的 是比較對的 但我又聽說 這些甘吉 它很濕 但你又說可以去談濕 所以要看是怎樣吃 它吃得不同 譬如說你整個… 如果你只是吃那個吉的肉 它可能會偏寒 如果你加上一些經錄 那些… 一條條的… 蜜蜜 蜜蜜 它可以有止吸的作用 一定要吃 有人很好的習慣 就是撕掉那個 是不是你老婆 當然不是 小時候 可能我媽媽給你的時候 就說 兒子,我幫你撕得乾淨一點 然後那些癢飯就撕掉了 有些未要過老公說 你一定要撕得乾淨一點 我才吃的 其實這樣是不好的 不好 因為蜜蜜是粗纖維 對減肥也有好處 最精華的部分 沒錯 是… 所以它像蜜蜜 進入了身體裡 它是通蜜 所以行氣、理氣 你就可以止吸 木瓜… 中央是日皮經和日乾經 木瓜可以有美容 吃到人會漂亮 吃到精神會好 吃到有奶出來 你就有信心去養嬰兒 所以木瓜 其實對一點點產後 憂鬱都挺好的 這個木瓜 草莓它主要入肺經 所以我們說草莓是水果之王 它主要是生春、潤喉 對我們說話比較多的人 就比較對的 草莓 好 接著是菠蘿 譬如說陰虛 陰虛的人 陰虛也對 陰虛 然後菠蘿也挺有爭議 因為人們經常說 菠蘿很毒 其實是否真的那麼毒呢 菠蘿它主要是… 它主要有一個通的作用 為甚麼呢 它可以生魚 譬如說我們有血魚的話 譬如說通經 或者有血魚生倉 消化味挺好的話 吃點菠蘿 它可以幫助你消化 因為它裏面有些消化蛋白的東西 還有你如果有通經的話 你可以加熱以後 吃一點 可以活去化魚 這樣就不會那麼痛經 所以其實菠蘿是很好的 但是是否要浸一浸鹽水 它沒有那麼毒呢 要浸一浸水 蘋果呢 因為蘋果是甚麼人都可以對的 為甚麼叫蘋果 就是平平安安的果 所以它是甚麼人都對的 平和質 就是比較廣泡 甚麼人都可以吃 香蕉其實它有一個滑腸的作用 就是湯腸的作用 但是我們主要用香蕉對我們的體質來說 主要是氣鬱質 氣鬱 就是憂鬱的 像大家 大家說它為甚麼有些憂鬱 它因為不吃香蕉 你說是吧 終於找到原因了 它少吃香蕉 經常感覺 吃完那條香蕉 整個胃都好像凍凍的 它覺得很寒 它覺得很寒 香蕉 是 你可以吃一點 吃三分之一 就這樣開始 最後一個是葡萄 葡萄是稍微偏溫一點的 稍微偏溫一點 但是它又不像龍眼、荔枝、溫燥 所以葡萄是抗氧化 補乾神 還有補氣虛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老人家 都拿葡萄連葡萄的籽一起吃 因為它可以抗衰老 因為它補乾補神 就是連籽一起吞下去 是的 如果我們在春天的話 可以吃什麼水果會比較好呢 每一種水果都對應不同的體質 春季適合吃哪些水果呢 廣州人喜歡喝茶 喝茶又分不分體質呢 怎樣通過喝茶來養生呢 下一節回來告訴你 當別人說你皮膚真好 年輕就是本錢 很想說不只靠年輕 皮膚在比他熱的滋潤下水潤透了 堅持用神仙水就能靜音剔透 立刻擁有全新神仙水限量版 看白墊峰到廣州新世紀白墊峰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如果我們在春天的話 可以吃什麼水果會比較好呢 春天如果我們現在說的 甘吉雷是比較好的 甘吉雷是比較疏乾的 比較舒服的 而且現在甘吉雷是冬天的果 現在是比較應節的 所以甘吉雷是比較好的 好,剛剛外教授跟我們說了 就是每一種水果 亦都對應不同的體質 大家一定要辨別自己的體質來吃水果 沒錯 接下來我們也要說一說 另一個方面 就是我們廣州人都很喜歡 就是喝茶 喝茶又應不應該根據體質去選擇茶 馬上開始我們的健康達人看問題 什麼時候有中午飯的? 今天中午我不想煮飯 不煮得我好飯,每天都要煮 不想煮就出去喝茶,好嗎? 喝茶?媽媽很麻煩的 她不是什麼茶都喝的 是呀,我出去喝茶要喝紅茶 喝綠茶,覺得忍著不舒服 這個春天的綠茶 剛才上市好,很滑 喝綠茶就提神聖腦 我告訴你們別吵了 一個紅茶,一個綠茶 我想最好就是喝花茶 因為花茶,每個人都受得 那究竟春天應該喝什麼茶好呢? 我就不敢喝茶了 喝完一杯茶,整晚可以巡耕 那我… 早上喝就行了 一樣可以到晚,眼光光… 這麼厲害? 像煮了豬肉湯一樣 那我之後就是… 檸檬茶可以嗎? 我就是檸檬水 檸檬水… 熱的檸檬水… 熱的檸檬水,我就加… 灯灯冷,加一點點蜜糖 是非常舒服的,喝完就… 我就不喜歡喝鐵觀音 因為覺得很寒,又是寒 而且喝完後很削壞 普利又經常覺得有一陣… 很塵舊的,有一陣沉的味道 我有時就喜歡要一壺白湯 因為我家裡都經常覺得… 我們燥火,那就喝一下菊花 那在春天我們喜歡喝甚麼茶呢? 春天大家都知道了 萬物生長,百花其放 所以春天是很開心的時候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應節 所以我們女人,女人如花 所以一定要喝花茶,這樣比較好 是不是玫瑰花茶最好呢? 對,因為玫瑰花是稍為偏溫一點 它沒有那麼汗涼 剛才幾位嘉賓說的 檸檬、菊花,這些都是比較偏寒的 玫瑰花是稍為偏溫一點 而且它可以梳乾、化雨是不錯的 如果臉上有斑 比如說生了嬰兒以後 生了斑,或者是白鴨斑 或者是痛經 或者是鯉魚經之前兩個乳房脹痛 你不如喝些玫瑰花茶是不錯的 那男士呢?不要只問女士 男士如果要喝些甚麼呢? 男士也可以喝 但是因為這個比較偏溫一點 如果男士稍為偏寒的體質 你喝就比較適合 如果你濕熱,可能就不太適合 如果濕熱就應該喝甚麼呢? 菊花、其他的花 即是普利或鐵觀音那些都不太適合 普利就偏溫一點 普利茶 或者普利加菊花 普利再加菊花 不是 其實我教授可不可以… 有一種茶 我自己有些茶,我就怎樣呢? 有玫瑰花、有菊花、有保利 有綿陰層、有下腹草 我很喜歡用這些 有金銀花 而且有時候叫懷花 我很多時候,例如天時熱 或者轉季的時候 我一定煮十多二十天 給孫子、家人各樣人喝 是很好的 秋明姐,你的叫百花茶 對,真的是百花茶 可以不可以的? 甚麼都… 這麼棒,大碟 我想問教授可不可以說 現在才來驗證 我覺得好像某天檔 現在才來驗證 不是,現在如果她說不行 我就馬上不煮了 鍾以華有五花茶 其實秋平姐說的 這些都是五花茶的範圍 她把偏溫的花 和偏寒涼的花 混合在一起 中和了寒性 和中和了熱性 所以大家都比較對 所以她很有經驗,秋平姐 不打不撞 不打不撞,你撞就對了 快點給我一點掌聲 來 可以繼續喝下去了 繼續喝,你們也可以煮了 好,我們剛才說了春季 最適合喝花茶 這是一個大原則 但可能也有朋友很固執 說我就是不喜歡喝花茶 我就是不喜歡喝普利 喜歡喝鐵觀音 其實不同的茶 說一些比較大陸的茶 其實它對應甚麼體質會比較適合 如果是普利 它就比較適合陽虛的那些人 譬如說你平時很怕吃冬東西 喝普利茶或者天時凍 不斷喝也不錯 鐵觀音是偏涼的 偏涼的你是濕熱體質的那些 吃比較適合 有時普利它會加上少許陳皮 或者加上少許菊花 那些性質又不同 加到陳皮它就偏溫一些行氣 就是和為的作用就好些 要加到菊花它就不要那麼溫 就清乾、明目 效果就好很多 可以說聽完教授的一個講解之後 其實我們大家對於喝茶 特別是適合自己體質的茶 應該是有自己適合的選擇 除了喝茶,我們廣州人很喜歡 你知道嗎 是甚麼 就是吃辣的東西 究竟在春季的時候 我們又適合吃辣的東西嗎 繼續我們健康大人看問題 又買這麼多這些菜回來吃 可不可以不吃這個菜嗎 我可以吃大白菜 加天食很韓濕的 韓濕,你不就加辣椒去炒 不要,辣椒還不夠濕 廣東人認為大白菜是濕的 不應該在春天食用 那春季適不適合吃大白菜呢 大白菜在北方是比較… 大家都通吃的 來到廣州,大家都說它濕 或是寒濕 所以如果你是陽虛的人 是不太喜歡吃的 但我們終於有一點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吃 你就要用相反的辦法 要和它才能吃 譬如說大白菜是寒冷的 你又想吃 你為甚麼要… 加點辣椒 辣椒可能又太過分了 加點胡椒好不好 所以如果大白菜 加點胡椒粉 可能比較適合 如果加一片薑,好像TOP7姐一樣 薑又適合 如果不吃大白菜呢 對,春天… 不吃大白菜就算了 如果這麼麻煩 那就不要選大白菜 春天有甚麼菜適合吃 是否生菜… 生菜… 糖烤菜… 是否是豉菜… 如果是豉菜… 也是的 春天,你生菜就是最好的了 甚麼病人都吃得的 生菜… 生菜是… 冬天、夏天… 甚麼時候都有的 但是冬天的生菜是很甜的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但是到了春天… 糖烤… 剛才萍姐就說糖烤比較好 因為糖烤的樣子… 是否像一些小菊花是這樣的 是嗎 所以它就像菊花是這樣的 比較疏乾的 我們說菊花是明目、疏乾 是日乾經的 所以它是比較清香 又清香 還有自己本身的糖烤的青 還有骨花的香 所以糖烤對我們春天是應節的菜 也有一個說法 你剛才說水果都是寒涼 我也不知道聽哪些油醫說 其實青菜很多都是寒涼的 如果對於胃寒或低血壓的人來說 吃青菜是否要特別注意呢 因為青菜有溫、有涼的 都是這樣 什麼人、什麼都會有不同的性質 如果你遺寒的話 譬如說現在春天 韭菜 大家經常吃吧 這個時候最好吃的 這個時候韭菜是最漂亮、最嫩的 因為平時吃韭菜比較老的 纖維比較多 但是韭菜不是太醜的嗎 所以它… 它是偏溫的 春天吃就可以 剛才說偏寒 偏寒就死過 因為你吃不到那些寒涼的大白菜 那你就吃這些 譬如說韭菜炒蝦味 韭菜炒蝦蠔 可能這個你們吃得少一點 因為韭菜炒蝦蝦比較中和的 沒有韭菜炒蝦味 感溫粗 而且它是補腦、補腎的 溫陽的、通驚的 我也有的 將一些合桃 我是把它切成碎碎的 走一走 然後將韭菜切成小粒 來放一塊 少許蝦米來做粒粒 小孩子很喜歡吃 所以因為平姐 她是羊虛體質的 所以她想吃甚麼 就說明她有甚麼虛 所以她想吃羊 即是補羊、撞羊 就說明她有羊虛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道理 有的 有的 最近很想吃辣的東西 是 可能她的體質應該是怎樣 偏寒 偏寒了 對 所以你吃了少許 平和 平衡就正常了 原來是這樣 所以秋萍姐 她用韭菜炒蝦蝦 她的體質 健腦 防止腦連痴癌 保神 很好 經過偉教授的講解後 其實我們這一期收穫豐富 非常多的知識 但是有幾個關鍵時 一定要記得 首先你要分清楚 你自己是屬於哪種體質 然後記得白雲山 還有運動 因為這兩件事 其實無論哪種體質 都是對的 沒錯 如果大家想看回 我們這期節目的精彩內容 不妨上到我們的廣事網 www.gztv.com 點擊收看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